欢迎去锁定时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台北市警方发现为停轿车要盘查驾驶 他却谎报身份甚至开车逃逸 直到撞车摔落路面 还爬到防火象的屋顶意图闯进民众家里 白色轿车从巷口窜出 但车门却开着 因为黑衣男急着跳车 整个人从车里摔出来 在地上翻了好几圈 他忍着痛继续狂奔 而轿车直到撞上路边车辆才停下来 这么着急到底在躲谁 你行这边人家车库 刚刚刚有人跟我们逛 你真正有待会儿看一下 你的出生年日多少 出生年日 你待 时间往回推黑衣男围婷在路边 遭到盘查却报假身份 连自己的生日都报不出来 马上引起远景怀疑 你口罩拉下来一下 不像 下车一下好不好 下车一下好不好 发现自己躲不了了 竟然油门踩了就跑 沿路逃逸 从士林城的路四段逃到北投 沿路跑了将近四公里 最后撞上轿车 连滚带爬还躲到民宅窗台 远景一路追 经由附近居民指引 终于找到嫌犯踪迹 他从防火象逃逸 爬上二楼窗台 最后被揪进民宅里 狼狈落网 他弄到这边爬到这间隔壁的进去 进去走到后面不知道爬了怎么样 好几个警察追来来追来追追 撞车后就逃跑 吓坏附近居民 原来他会这么紧张 是因为从108年就被通气 从台南到双北 一共四个地检署 都有暗在身 深背七条通气 甚至还在身上搜出海洛因 逃了四年 这回还拒检 让远景冒险爬上二楼歹人 再怎么会跑 终究还是躲不过 提问新闻讲 孟宇苏佩宇 台北采访报道 持续追踪 通气犯应该怎么管制 刑事局统计 截至到今天 双北还有破万名的通气犯 在外头啪啪噪 才刚把人拦下 驾驶神情紧张 好不容易总算愿意 报证件号码 但长相怎么不太一样 你这边头发先起来 我看一下照片不太像 证明30岁流行驾驶 身上背了两条通气 第一时间还打电话 跟妈妈求助 让现场远景全看傻眼 不像 整个都不像 越看越不像 不用啊 你妈过来没用啊 通气犯四处躲藏 扒扒噪 其中不少人 都是因为自己违规 被警方盯上 加上被盘查时 神态不自然 而露出马轿 通气犯都是由地检署来发布 过往会有部首的远景 选择直接到法院来抄写资料 不过随着这个设备的进步 也怕手冲会有抄错的风险 现在资料都会同步到 远景的小电脑里头 只要身份证一打进去 就能确定 有没有被通气 他也是通气犯 为了躲避追查 从高雄北上打零工 却因为违规摆放看板被查获 通气犯主要分为开庭没到 或是判决之后 没有准时入境两种 根据形式局的统计 解决21号 台北市未查获通气犯 将近7000人 而新北市超过4000人 总人数破万 到案后 他们会被移送到地检署 地检会发放报道单后 注销通气 但过往就有人 更自制假的报道单 就是为了躲避 警方追起 检方通常不会直接发布通气 除非被告有逃亡或藏匿风险 前后会开船票和鞠票 都传换不到才会发布 除了警方可以从小电脑来比对 民众也能到法务部的网站查询 分为四种类型 像是外逃通气犯和紧急查气专案 情节重大会直接显示照片和名字 而犯下比较轻案的 就得要有人民相关资料 才能够做进一步的搜索 新北市有一位先生 因为跟太太经营的模具工厂 出现经营分歧 闹到打离婚官司 后来频频有自称是 新装土地工的男子 来恐吓 还嗆瞎说 没再怕警察的 前脚才刚到工厂 后脚就有人 尾随到门口 一开口就嗆瞎 黑衣男子一边说 一边把手搭在他身上 恐吓意味十分浓厚 真的好像很红 上网谷歌就有资料 听起来来头不小 字字句句 语带威胁 真的让张先生 每天进出公司 都是胆战心惊 他的工厂就在新北市五谷 之前跟太太一起经营 这一家模具工厂 主要业务都是 国防机密工业 多次为了经营问题 闹到不可开交 还在打离婚官司 结果现在却频繁遭人恐吓 甚至之前直接被搬走机具 虽然远景有到场关切 只是这一名新装土地工 南哥多次涉及恐吓勒索招待 今年三月才刚被判刑 嚣张行径 似乎真的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 这回被害人出面控诉 还把画面公开 因为跟太太官司 都还在诉讼当中 真的不希望有节外生枝 TVB新闻 新北市采访报道 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 中国大陆主席习近平 访恶行的第二天 与俄罗斯总统普钦 展开正式的双边会谈 其实昨天的非正式会谈 就已经持续了四个半小时 习近平甚至说普钦是好朋友 并尊敬他 但这样的说法 等于是无视国际刑事法院 通缉普钦的事实 即管大陆先前曾针对 俄乌战争提出12点的解决方案 但是内容根本没有写明 俄国应该撤军 俄罗斯又朝乌克兰 射来巡异飞弹 不过这回却吃了鞭 被乌国防空系统逮得正着 和另一段镜头 同样直击乌克兰防空部队 惊险击落飞弹的过程 虽然难免有漏网之余 但每次拦截成功 苟令前线的乌军 开心得不得了 发出振奋欢呼 相反的这段画面 恐怕令乌克兰忧心忡忡 习主席来了 因为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还是决定到 俄罗斯访问三天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习近平首次访俄 也是他第40次会见普钦 习近平一开口就称 普钦令人尊敬 但这样说等于无视 国际刑事法院依战争罪 通缉普钦的事实 作为回报 普钦也说出习近平想听的话 这次普钦也给足习近平面子 莫斯科街头到处都是 欢迎习近平来访的标语 进行华社拍摄俄罗斯民众 献上祝福的短片后 央视也制作气氛轻松的影片 乍看还以为是在看旅游节目 好 后面的这个五角星 还有远处的克里姆林宫 是不是就已经有那味了 在大陆官媒上 几乎感受不到战争的残酷 相比之下CNN记者语气显得沉重许多 CNN报道 俄乌战争后中俄往来更加频繁 两国去年的贸易额 更创下190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 对于相关话题 中俄元首一来一往互相吹捧 而两国贸易往来又以石油占最大宗 根据大陆海关署数据 大陆去年从俄国进口的原油量增长达8% 反之从美国进口的原油则下降31% 有了大陆撑腰 俄罗斯等于还是能筹措战争资金 不过习近平这次访问人自诩是和平使者 针对大陆先前提出乌克兰问题的12点解决方案 普清则说会好好研究 不过这份方案早就被质疑 避重就轻 举例来说尊重各国主权的部分 只说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切实的保障 但没有解释该原则如何适用于俄国对乌克兰领土的主权主张 再来是启动和谈的部分也没有提起俄罗斯是否需要撤军 更别说呼吁停止单边制裁就像是在帮俄罗斯换家 习近平主席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 和平理性的声音在不断积聚 主张劝和促谈 反对火上交友 习近平访问第二天继续与普清展开正式的双边会谈 讨论经济与军事技术上的合作 习近平也证实已经邀请普清今年回访北京 以行动宣誓彼此的情谊 没有因恶务战争受到改变 就在习近平访问莫斯科的时候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到了乌克兰 成为最后一位出访基辅的G7领袖 而这次的习普会外界关注的是中国的立场跟态度 美国已经先批评了大陆的和平主张 其实根本都是偏袒俄罗斯 还有专家认为习近平这次访俄背后打的算盘 就是要取代美国的地位 把中国大陆塑造成全球领袖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造访基辅 补齐了G7领袖现身乌克兰最后一块拼图 印度行结束 无预警直飞波兰 甚至不搭政府专机 不带记者 身为G7轮值主席 岸田这趟秘密行程 中国大陆很有意见 国际社会应坚持劝和促谈的正确方向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创造条件 我们希望日方多做有利于局势降温的事 而不是相反 难道中国大陆担心 习近平访问莫斯科 焦点和风头被抢走吗 两大独裁领袖面对面 习近平披上和平使者的外衣 想要塑造出取代美国领导国际秩序的形象 这一套在国内的确管用 CNN记者走访北京 人们仿佛活在平行世界 官媒资讯管控下 不止习近平成了和平化身 连普京都变正义伟人 但除了中国大陆 习近平想搬上台面的和平停火协议 早就被看穿 尤其是国际领导地位不想被取代的美国 认为习近平眼里的和平 绝不会要求俄军全面撤出乌克兰领土 而且习不会前几天 国际刑事法院才对普京发出战争罪逮捕令 就算这样 习近平还坚持要去找一位战争罪通缉犯 口口声声宣称中立不攻自破 而美国更关心的 还是这次习普会后 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军约俄罗斯 对于来自美国的怀疑 大陆外交部又生气了 在美国看来 北京似乎不愿意面对 给乌军武器是拿来打俄军 但提供俄军武器 却是杀害平民的事实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 大陆军援俄罗斯可能性不高 毕竟欧盟还是中国大陆重要的贸易技术伙伴 阻止北京全力支援莫斯科的关键或许就在欧洲 特别新闻众博报道 我们刚才提到阵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今天无预警的出现在波兰搭火车秘密前往乌克兰之际 俄罗斯也派出了两架轰炸机出现在日本海上空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俄罗斯军方两架图95MS熊市战略轰炸机 从未知地点缓缓升空后 在日本海上空飞行了七个多小时 那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导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这两架图95MS战略轰炸机 是在日本海上空进行例行飞行 并声称这趟飞行完全符合国际法 而且是在中立水域上空进行 但时机也太过敏感 因为刚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无预警出现在波兰 秘密搭火车前往乌克兰 准备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 岸田是G7领袖里最后一位到访乌克兰 日媒分析岸田除了身体力行挺乌克兰 还可能邀请泽伦斯基参加5月在广岛的G7峰会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出动轰炸机 被视为是向日本发出警告 那这两架图95MS战略轰炸机也大有来头 是全世界唯一服役的大型四涡轮 螺旋桨发动机后略一长城轰炸机 具有携带核武器的能力 莫斯科经常派遣他们飞越北极 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 借此展示军事实力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俄武战争进入第二年 我们用历史见谷知今 那么20年前 美国跟联军在3月20号 对伊拉克发动攻击 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希 为了报复911恐怖攻击事件 宣称伊拉克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并且要推翻海山独裁政权 开启了长达8年的伊拉克战争 而这一战让伊拉克四分五裂 国内武装民兵四起 那么内乱不断 政府空转 之后美国才承认 没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坚持开战的小布希 跟英国首相布莱尔一声背负骂名 20年前 2003年的3月20号 伊拉克清晨时间5点35分 美国空袭伊拉克巴格达 熊熊火光中宣告 美国及英国等联军 在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下 正式对伊拉克开战 美国使出正折战术 大规模的空袭 和地面闪电攻击 20天后4月9号 进入巴格达 推翻海山政权 群众拉倒海山铜像 终结他24年独裁统治 不到一个月后 小布希宣称 对伊拉克最主要任务胜利 但是这胜利很短暂 美国入侵之后 面对的是伊拉克境内 各路民兵武装团体的反扑 美军不断遭受埋伏攻击 美国实施军事管辖 打着建设知名的修桥盖路 最后在这些路上都成为战场 美军逮捕伊拉克平民 甚至传出对平民施暴 在伊拉克各地 种下仇美情绪的导火线 伊拉克陷入一片混乱 各路民兵乱斗 汽车炸弹攻击平船死伤无数 而海山先是在2003年12月13号 在提克里特被捕 之后他被判处绞刑 最后出庭 他还喊着人民万岁 但是直到海山死前 当初美国出兵所说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一直都没有找到 2005年伊拉克举行大选 由美国扶植的候选人 马里奇当选 但是伊拉克情势依旧没有稳定 2007年小布希宣布再增兵 但是一句我负责 消息不了伊拉克人的怒火 2008年小布希访问伊拉克 当地一名记者丢鞋子抗议 20年后 这名记者说他一点都不后悔 一场失出无名的战争造成至少15万的伊拉克平民和数千名美军死亡 战争损失三兆美元 没有一方是赢家 而美国当初出兵的毁灭性武器之说 情资薄弱或许早就有迹可循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伦斯菲 这番不知之不知 逻辑诡辩 历史流明 而也因为这场战争 小布希和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背负一声骂名 最终美国是在2011年底全数撤军 但是这混乱还没完 美军撤出后的权力真空 让ISIS趁势崛起 成为美伊战争遗毒 美国在2014年又再度领导联军进行打击 而现在的伊拉克深陷战后困境 政治空转 贪腐严重 宗派叛乱不断 叛不到永久的和平与繁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由小汉光致称的国军第一季联合作战计划演练 20号登场 因应中国威胁有哪些作战计划呢 详细内容交易记者李作和 好因应中共的威胁 国军第一季联合作战计划 在今天是第二天 那么其实这一次演训的项目呢 当然现在也被称作这是一个小汉光 那登场之后 包含其实可以看到说云豹甲车会巡视台北市的街头 另外在陆军的部分呢 还有这个防护电线海揽站 以及模拟搭乘这个黑鹰的直升机来撤离营区 也就是万一战时的时候 很可能会遇到的情形 还有呢车载建议飞弹追苗敌机 整个国军的战备周 时间是在3月20号到23号 另外空军联队也来出炉了 包含幻象2000 以及IDF战机 就是新竹空军基地的部分 也模拟了紧急升空拦截敌机 我们看到不同于过去 大多在营区的操演 现在各式的兵器以及载具 常常都会直接拉出营区 到战术县地进行验证 我们就直击到黑鹰直升机 降落在一般民众都能抵达的运动公园 执行战力保存作战 不止国军演训的模式改变 今年美方对台军售也大开绿灯 甚至考虑在台建立弹药库 专家表示 这些都是为了因应中共扩张 所做出的战术调整 直升机降落停 但这里可不是戒备森严的国军基地 而是人人都能来的龙岗大操场 一架两架三架 航特部黑鹰直升机依序降落 停机起火后 地面上待命的突击兵 随即执行战术掩蔽 TVBS带您独家执集 国军战备 周陆军的黑鹰直升机 进行战力保存紧急疏散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野战提机坪 就直接披上了这个卫装网 待命进行机动打击 桃园龙潭 这是陆军航特部六栋腰旅大本营 配属的黑鹰直升机以及特战部队 能迅速持援北部地区反斩首作战 这样的高价值目标 当然会遭到敌军率先打击 因此战术转场至关重要 国军战备周欧现在都采行 十兵副实弹 实际把部队拉出营区 来到战术位置 变成它的机动性 以及整体动线的流畅度 在真正作战时 所有细节才能够流畅运作 近年的国军战备周欧规模 越来越大 陆海空军通通动起来 号称小汉光 有别于过去在营区里纸上谈兵 现在国军走出营区的频率 越来越高 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 所有的老百姓可以看到 经常三晶半夜 可以看到国军的这一些部队 在做战备征型的任务 这事实上就是对于中共 目前它所采取的 所谓的快速机动 这个激将作战的这个方式 进行了一种最具体的一个反制 各大空军基地 本周也密集操演防空作战 原本驻防不同县市的三型主力战机 通通大风吹转将不同机场 除了战力保存 也让飞官更加熟悉自家空域 台湾目前的空域 我们空军训练的空域受到影响 慢慢一直在压缩 所以这个在演训的过程中 彼此不同的科目 不同的机种 在训练上 它就必须要配合 这个时候也不见得仅限于战斗机 也有可能包含防空部队 它所有的这个联合演训都会在一起 根据掌握 这次战备周 空军将会发射空队空飞弹 进行实弹训练 面对共军一再的禁逼 美方队我军售也大开绿灯 过去前所未见的AIM-120C8飞弹 也在今年宣布授台 相较于我们现役的C7型 运用了双向资料链 以及GPS强化的惯性测量单元 进而扩大了不可逃逸区 以及高宇宙射击能力 因此命中率要比我 我现役的弹种还要高 而它的最大射程虽然没有公布 但外界推估最远可能达到160公里 比现役的C7型120公里要长上不少 未来国军跨部队 跨军种甚至跨国联合演训 都是可能面对的常态 甚至传出美军将在台湾预制弹药 提前为两岸冲突做准备 根据美军过往做法 弹药库分为美军独自使用 以及与在地盟国共用两种 前者机敏性较高 也必须由美军亲自看守 然而美军驻军台湾 向来是中共的红线 这样的决策 美方得慎重考虑 台湾现在尽可能的武装自己 能用的贺族手段 也统统用上 希望中共在动手之前 永远要三思而后行 TVBS新闻庄祈元顾尚军 桃园台北报导